灰姑娘丢了一只水晶鞋 这只鞋被王子捡到了 为了找到鞋子的女主人 王子让全城的女孩子穿 结果却没有一个人能穿上 其实灰姑娘并没有失踪 而是被继母关在阁楼之上 所有脏活累活 都由她一个人来完成 幸好有小动物们的陪伴 灰姑娘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这一天灰姑娘出去散心 遇到了年轻的王子 但灰姑娘并不知道她的身份 王子被灰姑娘的善良和美貌吸引 交谈中两人互生情愫 分别的时候 王子告诉灰姑娘 自己会参加王宫的舞会 希望灰姑娘到时候也能参加 继母为了不让灰姑娘参加舞会 竟然直接扯坏了她的礼服 这让灰姑娘非常伤心 就在她哭泣的时候 身后出现了一个老人 竟然幻化成了一个仙女 她挥舞魔法棒使南瓜迅速变大 很快就变成一辆黄金马车 光有马车还不行 仙女继续挥舞魔法棒 将死者狼鼠变成了白色巨马 现在万事欲为只欠礼服了 仙女再次释放魔法 一群蝴蝶围绕灰姑娘不停地飞舞 很快就变成了一套精美的蓝色礼服 此时的灰姑娘脱胎换骨 成了名副其实的美丽公主 可脚上的鞋子似乎不太般配 随后在仙女的魔法下 一双漂亮的水晶鞋出现在脚上 临走前仙女告诫灰姑娘 魔法会在12点之前消失 除了水晶鞋其他都会恢复原样 画面一转 灰姑娘姗姗来迟 当她走进宫殿的那一刻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一袭美丽的蓝色长裙 优雅轻入的步伐 她的美丽简直无与伦比 这分明就是真正的公主 那还有一点灰姑娘的样子 王子一眼就认出了她 那个在森云里一见钟情的灰姑娘 王子邀请灰姑娘跳舞 灰姑娘也终于知道她就是王子 你们喜不喜欢眼前的灰姑娘 喜欢的扣一 不喜欢的扣二 本期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下期更精彩